接下来我给基金会带来一首一词歌曲 唱歌的孩子名叫阿和时务 他是安逸公益基金会帮助的众多孩子之一 像他这样受到基金会帮助的孩子 现在一共有254万名 五年前 安逸公益基金会在北京宣布成立 作为国内第一家由民政部主管 有跨国背景的非公务基金会 基金会从一开始就致力改善贫困儿童生活状态 努力为孩子们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 2016年5月 安逸公益基金会迎来了五周年的生日 与爱同行是他庆祝生日最好的方式 自2011年成立以来 安逸公益基金会陆续开展了春苗营养计划 阳光成长计划 彩虹支教计划等项目 其中春苗营养计划是投入的重点 如今这个项目已经在中国22个省301个县结出了硕国 5年来我们开展的项目已经帮助到了254万名孩子 获得了更好的成长 基金会也荣获了中华慈善奖 十大非公益基金会 后民度满分等各项殊荣 得到了来自社会的认识 在五年的历程中 我们的足迹可以说走遍了中国所有的贫困省份 也让我们的项目走到了每一个贫困省份的孩子的身边 五年只是一个开始 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秉持始终如一的理念 安利公益基金会在五周年生日之际 正式启动了又一个营养扶贫项目 为五加油 为处于成长关键期的三至五岁学龄前儿童 提供全面的营养支持和健康教育 通过充分的发挥 公务基金会的项目的运作优势 以及安利公司在营养食品方面的专业的优势 合力精准的解决贫困地区 儿童的营养健康的问题 这对于增强儿童身体的素质 促进儿童身心 全面发展 有着积极的作用 借助安利在全球儿童营养项目中的成功经验 该项目根据中国儿童体制需求和口味偏好 设计开发了一款营养补充品 多一点儿童营养取决片 以免费发放的形式投放到贫困地区 解决由营养不良带来的儿童健康问题 举办国际儿童营养与反贫困论坛 是安利公益基金会在生日这天的又一项举措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岳新在论坛上 代表纽翠来儿童营养公益研究院 发布中国儿童营养十大关键词 其中多项研究数据和重要趋势分析 也成为公益行业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第三个就是双重负担 认导是新型的儿童经常人的销售率还是9% 贫血率也在接近10%左右 国际专家通过高端对话 推出精准营养扶贫方案 在农村地区6个月以下儿童的贫养率 可以达到50% 贫文地区儿童的贫养率和低体重率 是一般农村和常治的两倍到三倍这样一个水平 我们的评估楼村地区50%的孩子 因一玩儿他们的这个认知能力低下 认知的这个发育之后 这是我们面对的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预计成为双重变成的结果 但我们可以努力在双重变成的机会 展望下一个五年 安利公益基金会将继续支持10项营养研究课题 支持10个营养创新项目 以及支持培养1000个营养健康与儿童发展领域的专业人才 带动儿童营养公益领域的全面提升 这一承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响应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